岛屿,喜欢历史的朋友们,应该都看过央视大型健保节目寻宝,看的同时肯定也有人会问了,会不会专家需要鉴定的东西多了,也会看走眼,会不会把明明是真迹鉴定为假的,又把假的东西鉴定为真的。 日本也有一个类似于群宝的节目叫做《开运鉴定团》,在其国内人际也是非常高,特别是在2016年12月20号那期播出后,其收视率达到了新高度,当天的节目上,带着古董上台的,是来自日本德导师的乔本浩斯。 据他所说,这是其曾祖父在明治时期,向当时的战国武将三好长庆的子孙购买而来,自己也是偶然发现,家中茶碗和三只国宝级的茶碗,长得十分相似,所以,想将他带上节目,来给专家们鉴定。 而当时的鉴定专家是岛城之助,鉴定完之后他表示,乔本浩斯所带来的茶碗,正是全球第四季要变片木茶碗,同另外三个一样,属于国宝级文物,言论引出全场观众,纷纷表示,有幸目睹这一文物真容。 而最后专家给出的价值是2500万日元,任何人民币150万,节目播出之后,也发了巨大反响,甚至该节目还以节目开播以来最重大发现,的标题进行宣传。 不过时隔一年后,日版的另一档节目Bibito,中请来的嘉宾却表示当初节目中的要变天茶碗是假的。 这位嘉宾是来自中国福建的1611岁陶逸师李星红,他说看了朋友推荐给他那期节目后,他发现那支茶碗,是他做学徒时的作品。 茶碗上的花纹及碗底的刻字都是他完成的,当时他只不过是作为礼品卖了1400日元,约合人民币80元,得知自己的作品能被当成国宝感觉很神奇。 不过乔本浩斯知道后却表示无所谓,因为这支茶碗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,那么,要变天目茶碗,为何如此珍贵呢? 他原本是宋人抖茶所用,在南宋时旧式传世孤品,古代就有一盏换一座城池之说。 他的珍贵在预期烧制具有极大偶然性,且烧制技巧已失传。 遗憾的是后来竹人将下了一道废纸抹茶的政策,三支茶碗又变天目茶碗,均被日本商人花糟价买走。 如今这三支船是国宝,分别藏于东京京家堂文库,大阪藤田美术馆,和京德大德斯隆公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